吃起来很甘甜 然后冬天吃起来很舒服 全身都暖乎乎的 让身体暖乎乎的药膳汤头 养生又能照顾家人 中山热灵开设食疗养生课程 邀请到中医博士 教大家认识药材 从食着手 让学员们印象深刻 他让我们学到很多中药的一些理论 还有药材的功效 而且最重要是说 我们可以马上来品尝 这一锅好料 不然之后讲 我们有的吃感觉没有什么意义 这样边吃边学 感觉真的不错 那个香味跟外面真的有不一样 然后药材我感觉到很特别 然后老师让我们边学边用 然后所有的功用 然后回去的话 自己做自己需要的调整 药材可以调整 让大家吃得都很开心 每堂课都要认识不同的食材与药材 如何搭配都有学问 教各位同学如何去应用八蒸汤 药材里面我们会再加十例的蔬菜 那我们会加生姜 因为生姜来讲 有时候有些它的主缘如果不要照热 我们就建议它早加或者不加 那我们这一次也加了地瓜 地瓜它天然的甜跟纤维质 然后去中和它讲求的 我们不做任何调味 也不做任何爆炒 也不做让你知道 所有的食材的一个鲜甜甘美 然后再来就是教大家 把这个养生的概念如何 今天来讲一个药包拿回去 家里的小孩子如果说 他本身来讲满脸痘痘 那你食物汤就不要用熟地 就用生地 那如果说像生姜就不要用了 我们就是在教导大家 如何把这个食疗的概念 带入你的家庭去保养自己的家人跟自己 我们陈老师呢 他是中医这个博士 在课堂上 怎么样学会了以后呢 回去还可以煮给家人吃 食当令食原形 透过暖乎乎的药膳 让学员们学会食疗 进而健康老化 食疗养生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